派蒙进不去 是因为小派蒙尽管比旅行者更小 但和平老老的湖相比还是很大 那么有没有一个办法真的能让派蒙进得去呢 我很好奇 首先就得明确一个问题 派蒙进得去的话是从哪个位置进得去 画面中不难发现应该是掀开盖子之后的湖口 掀开盖子看看不就好了吗 我们只要复原这个湖的三维模型 等比你做一个超级大的湖 更大再大一点 只要湖口的直径大于等于派蒙宽度 湖内的深度大于等于派蒙身高 那不是完完全全能让派蒙进得去吗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来了 派蒙究竟有多高 白科没有派蒙的身高数据 游戏中仅有的巴巴拉水环直径两米也早已删除 新版本是否还能将这个作为参考系 我很好奇 在幻想朋友这个任务里面我做了一个实验 此时爱玲站在圆台旗杆处 她的脚在圆台最内圈的边缘 离旗杆一块钻的位置上 我让我的巴巴拉也站在中心对称的位置 任务显示的10米就是圆台最内圈的直径 原始角先用直径可算出爱玲的身高为1.60米 巧蓝也一样 再让巴巴拉站在爱玲旁边开始演唱 可以算出水环最远范围距离为1.92米 和之前给出的2米宽度乌差为4% 这个乌差应该是原始角爱玲和旗杆的远近不一样导致 因此我认为在正式弧里巴巴拉的水环直径还是2米 本视频将以此作为标准参考系 给银套上水环可算出妹妹的身高为1.46米 阿比多的任务里面有银和派蒙的侧面试图 可算出派蒙身高为90厘米 这个身高没有把头上的圈圈也算进去 用尖宽来代表派蒙的整体宽度 宽度数据为24.98厘米 也就是说只要虎口的宽度大于24.98厘米 它就不会再说进不去 于是我按照游戏勾勾勾角图的画面 画出了平老老虎的三式图 红色的部分代表画面的黑色区域 白色的部分代表蓝色区域 按照正式图做了一个仿承的3D模型 胡盖胡胡生是口分离的 对比平老老的胡 不能说一模一样 所以就用了纯色代替 在哥们的介绍下 我就拿着这个模型去找工厂打印了 最终按照胡口25厘米的标准 按照比例打印了一个平老老的胡的放大版 因为胡生太大耗材太多 我们最终用塑料泡沫板来打印 用人家粘住胡嘴和把手后 一个人让小派蒙进得去的胡就做完了 实际我量了一下胡口 宽度差不多25厘米 差不多和派蒙的宽度一致 整体高度不到80厘米 和平老老的胡相比 这个胡派蒙应该能进得去 如果派蒙进去后再弯一下腰 那么也应该能盖上盖子 今天我做了一个更大的胡 来让派蒙有可能进得去 想必派蒙看到后 他就不会说 进不去 怎么想我都进不去吧 当然本期视频玩玩曲全景供娱乐 切勿当真 游戏中平老老的胡虽像 里面却是四通八达 别有洞天 不过这么小的胡上 才能装下这么多东西 我们的这个胡这么大 我猜平老老应该能非常喜欢吧 要不顶上去 让派蒙和平老老都看一看 我是最下 我是最上穿下山 一个尽全力研究奇奇怪怪东西的up主 知道大家都很好奇 优拉的身材数据 于是我第一时间抽到后 干了这期视频 可以与秦团长比较的浪华骑士 自然需要最精细的测量 和最全面的数据 上次视频我通过巴巴拉的水 缓计算出派蒙的身高为90厘米 观众也没提醒我官方的手办 十七分之一的比例 她的人物高度是13.5厘米 因此派蒙的实际高度为94.5厘米 与上次我计算的结果差了4.5公分 本期视频就以此作为标准参考系 由此算出妹妹的身高为157.02厘米 也好矮啊 我找了一个视野空旷的平台 以固定的视角和远近来切换人物 因此所有人截图后都可以直接比较 测了干预身高为159.39厘米 周里身高达到了192.12厘米 以普遍理性而言 这个身高俺也一样 优拉身高174.57厘米 头高27.04厘米 可算出大腿长52.27厘米 小腿长56.66厘米 全腿长达到了1.08厘米 最接近的是阿里的104厘米和牙医的104.67厘米 阿里想要用做饭来征服我的心 牙医更是锅碗瓢盆沉浮于我 而优拉也喜欢做吃的东西 每一次吃优拉做的点心 我都会笑得很开心 测了优拉的数据 最大的问题是右肩的披肩 遮挡了正面和侧面的轮廓 因此我只能在运动中寻求发展 逐震不放及到边缘清晰的图片 根据头高可算出正面胸围宽24.11厘米 正面下胸围宽19.23厘米 正面腰围宽18.12厘米 按照同样的方法算出侧面的数据 建立我原创的腐蚀横切面模型 后面的过程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再标注一下每个线段的长度关系 可算出优拉胸围86.82厘米 下胸围69.14厘米 胸围差围17.68厘米 国际尺码为70D 英式尺码为32D 别忘了刚才也测量了正面和侧面的腰围数据 建立一个腰围模型 一般来说腰围比胸围围的圆角偏大 我们用圆的曲率模拟圆角 计算结果是腰围52.95厘米 围围与腰围不同 我们用小圆角加大圆角配合表示 写好公式后测出腰围的围围94.84厘米 动画中的角色由于口用的画面很少 很难测到特别全的数据 但游戏中的角色就不一样 优拉华丽的舞蹈令人心出什么 优拉罪人后遇的枷锁又令人惋惜动人 任务里每一段和城中居民的对话 都是失破伤口 但真正懂他的人永远在他身旁 比如秦团长 比如安博 比如正在看视频的你 安博是萌德成的飞行冠军 用营妹的身高可以算出 安博的身高为155.30厘米 头高为25.31厘米 按照大家都知道的方法 测量正面和侧面的数据 用传统艺人建立模型 可以算出安博胸围国际纸码为60B 英式纸码为28B 腰围为45.41厘米 囤为79.38厘米 我把优拉和安博的全部数据都列举了出来 算是填补了西风骑士团里 浪化骑士和侦察骑士的空白数据 今天我们算出了优拉和安博的身材数据 想必优拉看到 她肯定会说 这个仇 我记下了 嗯 那这个数据你们记下了 我知道大家都很好奇神力大小姐的身材数据 于是我就火叔去抽 结果抽了个保底 我去还是大保底 这个UP也太非了 相信所有的好运都跑到了观众这边 谢谢你追上穿 上次视频我找到了标准参考器 派蒙的身高94.5厘米 妹妹赢的身高157.02厘米 也真可爱 我们还是来到在兴牙右边的小岛的平台上做对比 保持视角不变 切换人物可以直接比身高 北斗大姐的身高175.83厘米 重云167.24厘米 注意这类视频的高跟鞋我都没算进去 包括重云的鞋跟也是 神力的身高居然跟爷几乎一样 157.84厘米 其实我自己也一样 由此可算出神力大小姐的头高为26.99厘米 比较接近6头身 虽然亚洲地区的平均比例是7头身 但是二次元里面头身比小一些才最可爱 拿着五三半周边的神力最可爱 拿着太刀起舞的神力最可爱 要我保守我俩之间秘密的神力也最可爱 我对神力一心一意 由于神力的裙摆遮挡 我们无法像以前那样直接计算腿长数据 多分尝试后我发现平A的EA比较合适 描述两条腿的线条轮廓 为了保证尽量准确我们取得双腿的平均值 可算出大腿长49.31厘米 脚腿长53.04厘米 全腿长102.35厘米 上期视频我们计算过优拉和安博的身材数据 虽不及优拉的1.09厘米 但腿长占比却比优拉多了0.4% 不愧是神力 神力喜欢茶泡饭 喜欢舞蹈下棋 还喜欢屏幕前的你 有了投高数据 可以算出正面胸围宽20.06厘米 正面下胸围宽17.37厘米 特别因为手臂和服饰的遮挡 我们必须要有运动的发展观 然后找到合适的截图 特别胸围宽18.84厘米 特别下胸围15.08厘米 建立我原创的腐蚀横切面模型 虽然一直以来都被模仿的很彻底 但这个确实是我原创的模型 为了让大家能够看懂 需要注意标注到每一条线端的细节 可能有的朋友会问 怎样确定圆和巨型的关系 注意此处地间必等于3.76厘米 所以圆的大部分都在下面的巨型里 看反馈有观众问这两个圆户怎么算 曲线我是多次采用微分的方法用线端理合 一般胸围腰围围 则是用不同的圆角去模拟不同的曲率 腰围的圆角比胸围的圆角偏大 但是围围就需要大小圆角结合起来 我把公司的每一步和图形做了个对比 可算出胸围73.39厘米 下胸围60.63厘米 这个胸围差位于B和C之间 不过更接近于B 所以森林华的国际尺码为60B 英式尺码为28B 腰围是8.61厘米 围围由于裙摆的遮挡无法取材计算 我把目前所能计算到的所有数据都列举了出来 这些数据均为个人原创的模型计算所得 并不代表官方数据 仅供娱乐 这样的神力大小姐你们喜欢吗 原神生产数据系列的视频已经做了两期了 即使目前计算到神力宁华 优拉和暗博的生产数据 特意等到今天才开始准备 后续会编准备编出其他的视频 争取在下个地图更新之前发出来吧 我是追算穿架三 我们下期再见